雪邦国际赛道在我国经济腾飞时建立 象征崛起中的经济实力 19年来跑车呼啸而过 让全球看见我国 而今天以后F1马来西亚战比赛 从此走入历史 人在现场观赏大马战谢幕战的首相纳吉坦言 虽然承办初期回酬不错 但获利逐年下滑 政府只好终止合约 但赛道不会从此吸灯 甚至埋下伏笔 透露F1可能会回归 在赛场上 昨天才庆祝20岁生日的红牛车手维斯塔盘 夺下职业生涯第二座冠军 马赛地车队的汉密尔顿本来一直领先 但后起之秀维斯塔盘 只用了四圈就反超 最后以1小时30分1秒290的累积时间冲线 将汉密尔顿和红牛队友李奇亚多抛在后头 而在冲线后 法拉利车队的维特尔 还和威廉姆斯车队的斯特罗尔撞在一起 目前汉密尔顿在积分榜上领先34分排名第一